406 网盖模型 好那这里呢我们先画出 这一个 周围这部分哈 那我们一样用旋转来处理啊 好所以选择旋转 好然后放置 定义我们用 right 面 好然后这里呢 tap 面我们朝 左 来绘制哈 好然后因为要做旋转啊 所以这边我们做一条中心线 然后用直线 画出我们要的形状 好点选法向哈 来这一个的直径 还有这边的直径 还有这边的距离 然后我们这边做一条中心线 还有这边的角度 好完了之后选起来右键修改 再一声拿掉哈 来 那第一个呢这边的距离200 第二个这边是184 第三个这边是45 第四个角度是20 第四个角度是20 好打勾 确定 确定啊 Ctrl D 好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做这一个 好网状的部分 好那这里呢 我们一样用隐身 选择这个面 好然后参照 好这一个边 跟这一个边 好关闭 花一条直线 水平的直线 好 然后呢这边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要多少呢 好来 这边 告诉我们哈 这里条线到这条线距离是12 所以这边来讲总共有7条哈 所以12乘以7是84 所以这边 设定为84 好 确定 好然后呢 这边 往下的部分 好往下的部分 题目告诉我们是10 所以这边输入10 好然后呢 宽度 宽度这边是4 啊 所以这边改成4 好 可是这边注意一下啊 这边要朝下哈 然后这里 这里要刚好在中间哈 所以这边要选 好再点一次这个这条线才在这个的中间哈 确定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隐身做阵列 好 点选尺寸 选择选取项目84 增量是-12 好 然后总共几个呢 这边 各7个加中间这一条所以是15个啊 所以这边改成15 确定 好 好 ok 这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圆哈 好 一样做隐身 这一个面 好 画圆 这里啊 好 然后 法相呢 这里 这里到这个点的距离 这里到这个线的距离 还有 直径 好 选取之后右键修改 再生拿掉哈 好 来这里呢 距离是54 这边的距离是20 直径是24 确定 确定 Ctrl D 反向距离为10 确定 好 然后再做一次隐身啊 一样这个面 好 我们做同心圆 啊 这个圆的直径 是14 确定 好 Ctrl D做反向除料做贯穿 确定 好 那这里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做这四个啊 所以这里呢 选择隐身 Top面啊 好 我这边把它转成线框模式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先投影 这一条 边哈 然后呢 关闭之后 做一条中心线 好 然后画线啊 好 好 选取之后做镜像 然后删除断 这边跟这边不要 好 法相呢 第一个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 这里到 这边的距离啊 这边是 103 这边是 15 确定啊 确定啊 把它转成 卓射 好 然后这里呢 选择到下一个曲面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画完 画完之后呢 那中间要挖一个草 所以这边一样隐身 他盆面 好 一样再把它转成线框模式 好 那这里呢 一样 画一条中心线给他 好 画一个矩形 好 对称啊 好 然后呢 来 这边是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这一条线的距离 还有这里到这边的距离啊 来 这边全部都是3 所以右键修改 确定 好 确定 好 然后这边呢 除料 这边为多少 7 啊 所以这边要输入7 确定 好 完了之后呢 这边选取这隐身 这两个哈 做群组 好 我这边把它先转回来着色哈 做阵列 做所谓的轴阵列 轴是这一只轴4个 360 确定 好 那 这四个就做好了哈 做好之后呢 这边还要做一个导圆角 R5 所以这边导圆角 这个边 半径为5 好 打勾 好 然后呢 坐标系 啊 点选这个哈 不知道点的话 点这里哈 然后呢 它是Z轴 要朝这边哈 所以 这里要S轴 转负的90度给他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画完之后呢 题目问我们 跟Z轴 金氏值为何 好 Z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 实体体积 实体体积是多少啊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第三小题呢 改变尺寸哈 好尺寸这边呢 第一个旋转右键编辑定义哈 好 选择编辑 好 来A 这里20要改成25 好 然后呢 D1 184 改成185 好 其理的 没有变 好 第二个 隐身 好 好 隐身这里呢 基本上是V 他的宽度V 是改成5 决定 好 然后接下来 右键编辑定义哈 好 这边的原心24是D3 3 改成25 其理的没有变 好 这边右键编辑定义哈 好 这边14 是D1 D2 改成15 好 然后呢 这边 好 隐身这边 基本上没有变哈 外面这一个 好 外面这一个呢 唯一变的地方是这里哈 103这边是H H改105 好 这边 OK 然后呢 接下来 隐身5 好 隐身5这里的话 这边 H2是7 改成8 好 好 导圆角 没有变哈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Z轴 Z轴是这一个 啊 第四体呢 10T体积是这一个 啊 表面积是这一个 啊 以上这边呢 就是406T